今天大巨蛋举办了万人的压力测试赛 那么今天非常特别 因为开放了13000名的观众入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其实整个内野区全部都是坐满的 因为今天这些民众都是自己上网有抢到 所以今天也非常幸运可以进来里面来开箱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今天的万人压力测试赛 也是真的找到国手要来实测一下场地 现在场上 因为刚刚第一局的比赛是已经打完了 现在即将进入到二局上半 那现在在场上练习守备投球的是 这个浅色球衣的是我们亚锦赛的国手队 那另外一个深色球衣的呢 就是U23世界杯的培训队 那今天两支队伍要来交手 一点的一点中比赛开始 会真的打完九局来看看场地的 包括像是红土设备还有灯光 会不会吃球这些问题都会来检讨 那其实观众入场也有他们的这个作用 不只是单纯看比赛而已 因为观众也要帮忙来体检一下 大巨蛋的整个环境的设备 包括说像是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场的这个大萤幕 其实刚刚就有球迷特别提到说 觉得这个萤幕有一点点偏小 因为如果坐在比较远的地方呢 可能会看不太清楚 另外还有像是E3累测呢 这个前面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柱子 那之前也有教练提到过说 这个柱子呢 没有做这个防护装备的话 也担心说 这个选手如果要到界外接球的话呢 万一碰撞到的话 其实都会受伤 也非常的紧张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因为今天的这个万能压力测试赛 我们希望说呢 可以全面的来进行这个体检 那可以注意到说 现在后面呢 其实他们也安排了这个应援 还有这个 有人进场来击鼓带动气氛 就是希望说 这一万三千名的观众入场 可以真的实际来感受一下 在大巨蛋看球的氛围 那这些观众呢 等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也要进行填问卷 告诉远雄 以及是否哪些地方还需要改善 那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给你更加密费 远雄